欢迎大家来到2023年的第12期的教主基础计划论 我们来讲PYScript 好,我们来开始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开始想研究这个WebAssembly 然后呢,想让这个Python呢 在这个用这个WebAssembly技术 来在游览器里面执行 然后呢,我搜了一下 然后发现有一个叫做这个PYScript 然后它正好就完全的满足我的要求 所以说呢,我就开始研究了一下它 差不多也就一天时间吧 你们可以去看看它的这个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非常简单啊 在现在如果有了这个WebAssembly技术的话 那么在游览器里面运行各种语言的代码 都是可能的 当然了,Python也是可能的 但是别人最大的目标其实是提高性能 比如说可以在游览器里面运行一些C语言 或者说购语言呢 甚至在游览器里面去运行游戏啊 都是成为一种可能 主要的最本质的根源 是这个WebAssembly 好吧 它能够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语言的代码 转换成为WebAssembly的二进制 可以在这个游览器的这个沙盒里面运行 好吧 那么当然我主要是玩Python的 所以说呢我看了一下 那么怎么在游览器里面运行这个Python 那么有一个这个叫PyScript OK你可以去看看它的官方网站 它网站写的很简单啊 主要啊 首先呢它上来先说 主要就用了主要的技术 这是一个Python的分发版本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WebAssembly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其他的语言都没法用好吧 那么如果没有WebAssembly的话 能在网页上运行呢 也就JavaScript 主要就是JavaScript 所以呢为了能够去颠覆JavaScript 所以说呢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游览器里面 能够运行更复杂的程序 而且性能性能更加好 提升性能 而且能够支持更加复杂的这个程序 更多种的语言 所以说呢提供了这个 提出了这个WebAssembly这种技术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是在利用WebAssembly技术的一个Python的分发版本 好吧 我们这个PySquip呢 其实就用到了这个Python的分发版本 OK 大概了解一下啊 好 看一下啊 我们能够在游览器中运行Python 可以直接插入内容 托管外部文件和应用程序 无需依赖服务器配置 也就是说呢 把你的代码在HTML里面 直接写到HTML里面 就直接就运行了 好吧 那么就直接在游览器里面运行 没有必要去跟什么系统啊 这个服务器啊 配置啊 有关系 就直接代码 Python代码 Python贴进去 然后呢 直接在游览器里面 游览器 它WebAssembly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杀盒 然后直接Python就运行了 Python呢 主要的好处就是Python的生态比较牛逼 就说呢 如果说呢 我们不能够装第三方的模块 那也没有用啊 但是它可以 它有一个MikoPip 就是说它可以装一些第三方模块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 好吧 我测了我们网工相关的 比如我用的比较多的 Let Me Go 不行 好吧 甚至Request都不行 Request是人装 但是有点问题 还有这个卡梅拉就更别提了 卡梅拉是根本没戏 但是呢 主要的Python来用于这些 什么数据分析的呀 比如说数学计算的呀 Lampy呀 Pandas这些都可以用 做数据分析的 从网上去得到数据 然后用Pandas 是用Lampy来做数据分析这些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进行运算 然后呈现 这个没问题 这是可以的 好吧 能够实现Python跟Script的双向通讯 就是说呢 你可以 你可以用JavaScript 那读东西 由我们这运算 运算之后呢 然后再 兔给JavaScript 都是可以的 好吧 可以实现它们之间的双向通讯 就是允许用户定义哪些包或者文件 需要包含在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安装包 安装一些 比如说Pandas Lampy呀 然后呢 也可以自己写一些目块 也可以自己写目块 然后呢 去导入自己写的目块 也是可以的 好吧 就是能够更好的 能够就是我们Python做完之后 能够更好的 能够再嵌入到网页 在网页里面更好的能够做一个呈现 这应该是它的一些好处 PyScript 你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网站 特别的简单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 它有很多案例 那么我也抄了一些案例 安装很简单 在头部贴上再两句话 在head头部贴上再两句话 然后呢 相应的文档 这个文档也够简单的 好吧 反而这事很简单 一会儿我给你简单演示一下 去一个案例 你大概就明白了 好吧 然后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个WebAssembly 最重要的 它的目标就是 首先 那么 非JavaScript 就是现在在页面里面写代码 主要就是前端 就是JavaScript 对吧 现在所谓的前端 其实就是玩JavaScript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WebAssembly 就是说游览器 现在主流的游览器 各大主流游览器 全部支持WebAssembly 就是不需要装任的东西 游览器就天生就支持 支持WebAssembly 支持它的沙盒 支持WebAssembly的这种二进制 OK 那么其实呢 我们虽然说是Python最终啊 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吧 不管你用谁语言 还有是Go语言 或者Python语言 最终都会编译成为WebAssembly的二进制 然后在游览器 给你提供的一个沙盒环境下面 安全的运行 是这样的 就是以前 总是需要JavaScript 现在不一定了 好吧 以前就是JavaScript 现在不一定了 而且JavaScript 性能也比较差 那么WebAssembly是二进制的 所以说它能够提供 非常高的性能 好吧 非常高的性能 甚至可以在游览器里面 跑游戏 现在都直接在游览器里面 跑游戏 3D大作 都可以在游览器里面来实现 主要就是用了这个WebAssembly的技术 可以把任何的语言 然后通过编译 然后成为WebAssembly的二进制 然后可以放到这个游览器的沙盒里面来运行 所有游览器 现在主流游览器 都能够支持 是非JavaScript的 这是各种语言 是二进制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更新 这也是我经常看那些什么Hack News 我看到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差不多一年前我就看到了 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做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进化弄很新 其实在我一两年前我就知道了 只是我一直没时间去搞它 最近发现我翻出来 我要来做一做 好 两个技术 一个是 当然最本质的是这个WebAssembly 然后还有就是 这是一个Python的分发版本 就是基于WebAssembly的技术 然后一个Python的分发版本 然后它 它类置了一些 简单的一些模块 都都类置在里面了 都include在里面了一些标准模块 你可以查一下它类置的一些标准模块 就是有些模块也是不太需要装的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它类置的这个MicoPipe 然后能够去装一些经典的那些 经典的跟Python相关的数据分析的 数学计算的 科学计算的那些模块都是可以的 而且能够轻松的实现JavaScript和Python之间的双向通讯 好 官方案例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反正特别简单 怎么简单呢 你怎么安装 只需要贴这三句话就可以了 它官方网上是这两句话 但是这句话也是需要的 否则的话 它的呈现会有点问题 好吧 这是你搞一个HTML 然后把这个贴上去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官方就是这么说的 你看就是两句话 然后在我发现它的文档里面都有那个 不是这个文档 是这个案例 它有很多案例 你可以看source code 都会有这个plugin 我发现这个plugin不做的话 有些效果出起来还是不好看 好吧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 这三句话 放到你的head里面就好了 就可以了 好吧 就可以运行了 好 如果说你要装第三方模块 那就装卖 标准的 cpy上的标准的模块 metaplot pandas 装 就在这 packages 装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装自己的模块 自己的模块 OK 然后呢 用这个files去获取自己的模块就可以 第三方的 自定义的 第三方的 你还有什么需求吗 没有需求了吧 基本差不多了 第三方可以装 然后呢 自己的模块也可以用 但是呢 我确实试过不是所有都可以装的 有些还是不行 好吧 反正有些偏底层系统的 比如说 它用了底层的 底层系统的一些加密技术的 就不行 好吧 下面呢 我觉得这个代码其实整体没花太多时间 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吧 花的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死在哪儿呢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模块 这个安装没有问题 我试了一些 当然我也试了一些 我们经常用的 好像装不上 反正卡梅拉和蓝的米扣 我们经常用的装不上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很简单 装上去就能用 没问题 就是标准的 谁拍上了这个标准的这些模块 就没问题 好吧 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自定义模块 我唯搞懂 怎么意思 他当时说的 就说把这个文件放到 跟你这个HT面有相同的目录 后来发现 根本不可以 我也解释一下 这个文件是怎么意思 就是说 你访问 访问他 比如说 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他来绘图 比如说在这个模块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几个模块 其实是UI 应该叫UI 其实是UI 也就是说呢 你这样 相同的一个路径下面 是UI的相同路径 我开始一直以为 它是文件系统的相同路径 不是 我当时认为是文件系统的相同路径 不是 是UI的相同路径 你看你是这个 你是根路径 对吧 那我也是在根路径这个位置 那只要在这里访问 就能够去获取这个脚本 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 URI 不是什么文件系统 这跟文件系统没有关系 所以说呢 我这个是一个封装 有一个Nginx 所以说呢 我把Nginx 我把它放到了 Nginx的这个目录下面 Nginx主要管静态文件 以前的静态文件 主要是图片啊 JavaScript啊 还有这个JS JavaScript啊 还有CSS 对吧 现在呢 我们也把这个Python脚本 也算静态文件 你看我把它放到这个 PythonScript的Modules 然后这几个UR加载的 放到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呢 我们通过设置 我Nginx设置在哪去吧 我看看 我想想 我的Nginx设置 在这儿 这儿啊 好 然后呢 李奥能够去访问得了他 OK 这个会被 这个会被放到 这个是多个范儿啊 多个范儿 会放到相应的 这个路径下面去 OK 然后呢 通过Nginx的设置 能够访问 通过UI 你几个URI 能够访问这几个文件 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这个我浪费了 我很多时间 首先 这是通过URI来访问的 这个所谓的相通路径 就是这都不是根嘛 这是相通路径 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费了我很多时间 还有一点 那么 如果说安装了之后 怎么访问呢 比如说你安装了之后 你怎么导入这个模块呢 也奇怪啊 导入的时候就是 相当于就是 这个目录下面 所以你要frompythonscript.modules 然后呢 点requestimport 它里面的一个函数 import它里面的一个函数 是这么导入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我最多费的时间 应该就是怎么去 加载这个个人文件 然后呢 怎么去导入 这个应该是我花的 费时间费的比较多的 其他都比较简单 我觉得上手很简单 好吧 就是这事儿 怎么得到文件 这是个什么鬼 到底是一个系统路径 还是一个UI 发现的UI 然后导进来之后呢 我发现直接import又导不了 然后呢 发现还需要给这么一个路径 差不多 重点就在这儿了 好吧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太多特殊的了 这个比较重要啊 然后呢 我给了三个案例 这三个html 三个html 第一个呢 基本上造抄的 它 它做一个异步的 首先它两个 抄了两个 就写在一起了 一个是Pandas 首先安装Pandas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去获取一个 在线的一个 CSV的文件 没有问题 然后呢 用Pandas呢 来显示 也没有问题 当然呢 你剩下你Pandas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讲了 你Pandas自己分析就可以了 好吧 就是我确认一下 Pandas这个模块可以装 Pandas可以获取在线的 这个CSV 然后Pandas可以去 给它读出来 是一个Pandas的格式 然后打印一下 好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能够去 它有一个自定义的 这个request的模块 这基本上是官方提供的 这个我没有改 好吧 用这个pyfetch 来去获取这个页面 好吧 我发现request是不行 request是在这个环境下面 有问题request是要用到系统的SSL 防目不了系统 它要获取系统的SSL 防目不了 所以呢 需要用这个模块才行 request是不行 好吧 然后呢 它基于这个东西呢 做了一个异步的 这么一个请求 异步的请求 做了一个异步的请求 我看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好吧 然后呢 在我的这个应用里面 在我的这个应用里面 我做了一个路径 就可以发起了 就它 你回车 就比较慢 我觉得这破玩 这玩意比较慢 它要给你构建你的虚拟环境 先要构建虚拟环境 然后你要装模块 还要把模块给你装下来 好吧 然后 它装模块 特别费时间 然后呢 去帮你在线获取请求 这个文件还挺大的 然后呢 帮你去打印出来 OK 然后下面呢 就是做了几个请求 然后呢 是状态码 然后回的Json的一些数据 这是第一个 好吧 我感觉略微有点慢 我感觉略微有点 设置一个虚拟环境 然后装模块 对吧 这个操作挺慢的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首先我再说一下 这个项目在哪 这个项目是我们 我直接这次用的是 这个我讲的 Let Devops的环境 就是Let Devops2023 这个大项目里面 我们拍上的学员 应该是可以得到的 好吧 这个大家也熟啊 我前两天上课还在用它 昨天上课还在用它 好吧 好 OK 那么就是我们的那个 上课讲的那个 Nginx UWGI Flask 那个Docker封装 我是 我是Docker封装的 每次更新的话 你需要去 去build一下 然后呢 再拉起来就好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第一个案例 基本上就是 Pandas和HTTP请求 第二个呢 就是我测了一下 我能不能够做输入 就说呢 我在网页里面输入一些东西 那么能不能把这个输入读出来 然后放到我们Python代码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执行一个Python的操作 然后呢 我还能不能写回网页里面去 我就想试这个东西 我发现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呢 比如说你随便输一个什么 Test123 OK 好 他就会帮我 其实 算法很简单 我没想测算法 我想测一下 你的输入能不能读 然后呢 能不能够通过调用Python函数 来进行计算 然后计算结果呢 能不能在页面里面打赢出来 我发现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当我们去输入 这是一个输入 输入的时候呢 当我们去提交的时候 就触发了 你看啊 触发了我们的这个函数 触发了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Python的函数 你点那个按钮 就触发了这个Python的函数 然后Python函数呢 就Python函数呢 就能读取你的这个输入 读取你的输入 然后呢 我们当然就 就做一个拼接 当然你可以做其他的操作 我就没有去做了 那么好 我们就可以去 读取输入 然后呢 我们做些计算 就是简单做了一个字符串的拼接 然后呢 我们还能够去 把我们的结果 写到这个位置 把我们的结果写到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这个效果 好吧 我看了一下效果 也还可以 还是可以 没问题 好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上课用的 那个Metaprod出图 其实有时候我 我特别喜欢就是说 用这个 这种Python的技术来出图 今天年初好像搞了几个 都是为了Python来出图的 因为JavaScript说实在的 我真他妈不溜 不行啊 所以说呢 我还是特别喜欢用那些 Python的方案来出图 那么比如说Metaprod 那么这是基本上 我们跟上课这个 那个 注重图 的这个函数是一样的 好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去导入这个 我们要看啊 导入这个函数 导入这个函数 然后呢 给它相应的一些数据 给一些相应的数据 然后就可以出图了 OK 看一下效果 就是每次表慢 他每次都要给你 给你整一遍那个蓄理环境 每次都要给你装进一遍 没在Port 虽然说 还行吧 但是每次装的都挺慢的 然后主要是每次都要说实话一遍 因为每次都要在游览器里面 拿那个沙盒 然后每次都要去把它装完 然后再去运行 确实比较慢 这也是实话 好吧 那好 今天呢 咱们基本上就讲到这儿了 我就是基本上进化论吧 就是给它测试一下新玩意儿 感受一下 其实我也想感受一下 扩松一下我的知识面 那么便于 也许过两年之后 我想起来它 也许 我有时候就是先试一试 然后呢 扩展我知识面 反正也没有目标 好吧 然后未来也许会来用到它 会夹到政客里面 如果它会来好用的话 好吧 现在感觉还一般 测试一下就好了 好吧 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 可以帮我转发一下 三点点赞 好吧 OK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儿